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点播 西瓜的圆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157集 此时 他们口中的两位高人正在和甲快军龙文文一起在星剑中喝茶聊天 星剑是韩诺和李家大哥两人在星际世界时买了做星际旅行用的星剑 是当时最先进的星剑 速度直追大罗金仙的速度 哎 手上的修正者怎么样了 韩诺没话找话 甲快军道 这不是废话吗 有我在 还有什么搞不定 韩诺道 我这不是在找话题说吗 找话题的话 我倒是对你们的星剑和机甲很感兴趣 你们以前去过的那个星际世界肯定很有趣吧 把坐标发给我 等处理完地球的事情 我再文文去那个世界散散心 甲快军道 韩诺将星际世界的坐标给了甲快军 那个世界挺不错的 离开这么久了 我还挺怀念的 他转向李家大哥 哎 等这件事情结束后 我们也回星际世界去看看吧 不知道孙于卿他们还活着没有啊 成为圣人后 他们就拥有了滑开空间 穿梭时空的能力 李家大哥等 星际人的寿命长 孙于卿更是大宗师级的高手 寿命更是长达千年以上 肯定不会那么早死的 韩诺道 也对 到时候我们去他们面前晃一圈 不知道他们还认得出我们不 李家大哥等 我们的灵魂强大大能够影响穿越后的身体 相貌都差不多 他们虽然不确认 但肯定会有所怀疑 韩诺笑了 好想看到他们那个时候的表情 李家大哥宠溺地看着韩诺 笑而不语 甲快军撇了撇嘴 转身找龙文问 秀恩爱去了 星际设置了自动驾驶 在宇宙中航行着 虚语已经出了太阳系 宇宙真的很大 可惜地球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有限 旧银河系中就有好多个文明的存在 多是三四级文明 这些文明上有星际联盟的分支机构 接纳这些文明附近比较其他的文明登记纳入星际联盟 韩诺没有让星际在这些文明停留 因为按照星际联盟法的规定 在哪个文明等级就要成为该文明的附属 地球就算再落后 但有他们三个圣人保驾护航 怎么可能成为小文明的附属呢 即便要成为别的文明的附属 也得是顶级文明的附属 因此一路上经过了四级文明 五级文明 六级文明 直接往十级文明而去 其实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 不过为了尽快注册 他们没有留下来欣赏 不过做了决定 等将地球在星际联盟登记注册后 再慢悠悠地返回地球 一路游玩着回去 十级文明整个宇宙只有一个 位于钻石星系 与地球只有一个星球不同 十级文明包括了整个钻石星系在内 而整个钻石星系比银河系还要大两倍 一进入钻石星系 韩诺和李佳大哥就感觉到了久违的熟悉感 这个钻石星系跟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星际世界非常相像 连力量体系和科技发展也是一样 不过有一点不同 钻石星系的食物太难吃了 根本就比不上星际世界 更加比不上吃货聚集的地球 盖因为这个世界在发展中经历过一次动荡 不但许多烹调方法失传了 许多食材也都断了根 十级文明也曾向其他文明引进过食材 但其他文明的食材不适合这个星际人的口味 也就吃腻了本星系原本的食物想换换口味了 才会去一星餐厅吃别的星系的食物 改善一下口味 星际联盟的总部在钻石星系的首都星 不过在星系最边缘设立了四个办事处 但因为很久都没有新发现的文明前来登记注册了 办事处就如同虚设一样门口罗雀 对于韩诺四个人的到来 办事人的态度非常的懒散敷衍 高高在上的十级文明居民怎么会看上来自小地方的土著呢 那些土著只会对他们卑躬屈膝 还不是随他们怎么玩弄 可惜了 这一次这些人是踢到铁板了 韩诺一脚将十级文明特殊合金前台桌子 给踢了一个大窟窿 笑道 哼 你们说什么 麻烦再说一遍 我没有听清楚 办事员倒吸一口冷气 十级文明特有的合金 虽然只是民用合金 但可是非常结实的 只有九级以上的实力才能够破坏这种合金 所以眼前这些人虽然是小地方来的 但单体实力强达到可以媲美九级以上的高手 本身只有五级实力的办事员抹了一把汗 态度立刻好了许多 请问 你们文明的名字 地球 请提交你们文明的科技资料以作评估 韩诺将整理出来的星际文明最初级的科技资料提交给了办事员 这份资料以地球目前的科技水平研究十年后能够彻底吃透 办事员将资料输入光脑中 很快得出结论 四级文明的科技水平 这种水平已经能够进行星际航行了 应该能够和附近的文明接触了呀 为什么现在才来登记呢 韩东笑了笑 因为我们所处的星球太过偏僻 而且只有一个星球的居住人类 所以不知道有其他文明存在 直到前段时间被另一个四级文明的人发现入侵我们的地球 我们才知道 宇宙中有这么多的文明遗迹 星际联盟的存在 看来 是你们胜利了 办事员确定得到 想想也是 若是地球败了 肯定沦为另一方的奴隶星 怎么还会跑到实际文明来注册登记呢 哈哈 假惺假惺 韩诺笑眯眯地回答 那神态怎么看也没有假惺的成分 而是一副理所如此的表情 让办事员态度更加谨慎了 其后 武力值测试这一项的时候 办事员直接联络了办事处武力最强大 权力也最大的所长卡斯特大师 为地球来人进行测试 当然 也有压寒诺等人一头的意思 让这些土豹子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实际文明可不是他们的小星球 这里比他们强大的人多得多 卡斯特大师可是十五级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在整个星际都是熟人崇敬的存在 会来他们这个偏僻的部门工作 只是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炼 以期望能突破到最新的级别 否则怎么会放弃首都星的繁华生活 跑到他们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来 得到通知后 卡斯特大师很快就来到了 他对新加入的文明很好奇 这种好奇不是针对所有的新加入的文明 只有个体实力非常强大的文明 才会引起卡斯特大师的兴趣 他希望从新文明的土著口中知道 他们的修炼方法和经验 从而帮助自己修炼 这才是卡斯特大师愿意来办事处工作的主要原因 过去一百年 卡斯特大师从三个文明那里 获得了他们的修炼方法 其中两个对其没有任何用处 另外一个帮其突破到十五级 因此听到又来了一个新文明后 卡斯特大师立刻就赶过来了 你们是新文明的 卡斯特大师打亮了韩诺四人一眼 韩诺 李家大哥和贾快军 在他们眼中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很快就忽略过去了 倒是龙文文给卡斯特一种心计的感觉 高手 这是一个大高手 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大 绝对不是办事员说的 只有九级的水平 卡斯特的眉毛皱了起来 看到龙文文的强大 他对地球的修炼方法更加心动了 但是 自己打不过人家 怎么讨要修炼方法呢 要知道 之前来的三个文明来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一用强 就让那些人乖乖的将修炼方法 双手捧了上来 眼前的人就不好办了 打不过呀 卡斯特的想法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 时间非常短暂 自以为无人察觉地摆出一个和蔼的表情 你们是从遥远的星系过来的吧 真不容易 跟我一起去测试一下实力吧 却不知道 他之前皱眉的表情 全部落进了韩诺等人的眼中 韩诺三人对视一眼 态度也同样和善无比 暗中却已经对卡斯特升起了防备 测试实力的人选是龙文文 韩诺等人肯定不会出手的 免得吓到了人家实际文明的朋友们 不过 即使是龙文文 也吓住了跟在卡斯特后面的办事员爱丽丝 黄级 黄级高手啊 我靠 D级文明中竟然出现了D级高手 太不可思议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钻石星系的修炼方法和星际文明在15级之前相差不大 但15级后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钻石星系中 15级后每升一级都非常困难 同样实力也增加显著 像星际文明中 每三级才对应修真境界中的一个大境界 钻石星系的15级后 一级就相当于修真界的一个大境界 钻石星系中 15级正对应修真界中的金丹境 16级对应圆英境 17级对应画神境 18级对应合体境 19级对应大成境 20级对应《非生成仙》的杜洁境 这些等级又另有相应的称呼 15级为大师 16级为宗师 17级为黄级高手 18级为帝级高手 19级为圣级高手 20级以上为神级高手 乃是传说中的存在 整个钻石星系千万年的历史中 只有两个人成为神级高手 爱丽丝大张着嘴 先想幸好自己后面端正了态度 否则惹恼龙文文就惨了 第级高手啊 只要他愿意移民到钻石星系 许多大势力大家族 都会争着聘请龙文文加入他们一方 并给予其尊贵的地位和权利 到时候人家处理他 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 卡斯特的心境也很复杂 黄级高手啊 比他还要强一级 可见其修炼功法有多厉害了 勾得人心痒痒 可惜打不过人家 卡斯特问道 你们星球的人都像你这么强大吗 龙文文摇里摇头 那你是你们星球最厉害的一个呢吧 卡斯特眼睛一亮 想到一个办法 他打不过龙文文 但是可以向地球的其他人下手啊 龙文文扫了韩诺三人一眼 再次摇了摇头 卡斯特和爱丽丝倒抽一口冷气 比黄级高手还好厉害 难道是圣级高手甚至神级高手 不 不可能 神级高手连钻石星系如今都没有 要知道 在钻石星系 圣级高手也只有三个 地级高手不过二十多个 地球一个偏远的低级文明 怎么能够培养出那么多的高手呢 龙文文道 在我们星球上 有三个人都比我厉害 我只能排在第四位 宗师级高手有九个 大师级高手有二十三个 师级以上的高手有三千七百八十一个 六级以上的有两万八千六百二十三个 四级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个 其余的全部是没有修炼的普通人 卡斯特和爱丽丝文言 心中舒畅了一点 还好 数量跟钻石星系完全无法比 要知道 钻石星系一个普通人 都有四级以上的实力 而且人口数量 是以亿万来计算的 科技等级四级 武力等级八级 综合文明强度五级 爱丽丝输入考察数据 终于为地球制定了等级 地球文明隶属于钻石星系 直接管辖 其余文明不得对地球文明 进行干预与侵略 否则是为挑衅钻石星系 韩诺四人文言揭露出了 欣喜的笑容 他们以为自己提供的资料 能够让地球定义为四级文明 就不错了 没想到还提升一级 在星际联盟中的地位 还强过之前侵略地球的文明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多大 卡斯特热情地提出邀请 犹如浩克的主人一样 不过 韩诺等人早就对其升起了提防 自然是拒绝了 在卡斯特自以为隐晦的 顾怀好意的目光中 走出了星际联盟的办事处 那种电影中幻想出来的 未来都市的画面 四个人没有看到 文明等级越高 更加重视环境的规划 十级人民的城市 反而很有些古代园林的意味 虽然造房子的材料 不是石头和木材 而是合成材料 虽然园子里面的花草树木 韩诺四个人一个也不认识 但不影响他们欣赏 四个人没有乘坐交通工具 漫步一样地 在这个偏远星系的城市走着 不放过任何一处新奇的事物 四位 我的餐馆新开张 半价优惠啊 请来试试吧 走过一个繁华的商业街 四个人被一位热情的小哥 拉进了新开张的餐厅 四个人也想尝一尝 外星的食物是怎么样的 便顺水推舟了 否则以他们的实力 不过五级实力的小哥 根本拉不动他们 点了一桌子所谓的特色菜 韩诺四人只吃了一口 就吐了出来 怎么了 不好吃 小哥立刻跑过来紧张地问道 整个餐厅里面 只有韩诺他们这一桌客人 因此小哥非常重视他们 韩诺喝口水 清洗了一下 被涂毒了的口舌 问道 这么难吃的东西 亏你们还卖 小哥一脸委屈 算我们餐厅卖的东西 不如那些大餐厅卖的好吃 但也还不错吧 哪有你说的那么难吃啊 这样还不叫难吃啊 韩诺激动地将勺子递给小哥 你自己尝尝 小哥咬了一勺菜放进嘴里 咋不咋吧 还好吧 一点也不难吃啊 韩诺明白了 感情钻石兴细的人 味觉跟地球人不一样 他从空间里面 拿出一包炸薯条 递给小哥 繁华进空间的薯条 再拿出来 依然热腾腾的 跟刚出炉的一样 道 你吃吃这个 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这是什么 小哥 小哥疑惑地问 我们星球的食物啊 薯条 外星食物啊 小哥脸上浮起一抹嫌弃 虽然他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但有次有机缘吃过外星食物 那味道也是醉了 怀着旧意的心情 小哥拿出一根薯条 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嚼一嚼 咦 小哥的眼睛猛得睁大了 好吃啊 太好吃了 世界上 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口和手不停 一包薯条很快 就被小哥消灭光了 看着空空的薯条 小哥脸红了 那啥 不好意思 把你们的食物全部吃光了 韩诺笑道 没关系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送给你吃了 小哥问道 这是什么食物啊 为什么这么好吃 这叫做薯条 是用我们星球一种 叫做土豆的食材做出来的 土豆不但能够做薯条 还能够做红烧土豆 烧土豆丝 土豆饼 小哥听的眼睛越来越亮 等韩诺停下说话后 扭腻地问道 那个 那个 我想跟你们合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小哥叫做弗雷德 是一个孤儿 没有大的才能 也没有背景跟门路 一辈子也就 止步五级这个门槛了 倒是他的两个朋友 潜力不错 有望晋升高级 体数高手 这家餐厅 是弗雷德和两个朋友 共同投资开设的 两个朋友加入了 佣兵队 出任务兼修炼 餐厅就由弗雷德 一个人打理 弗雷德苦练厨艺 乃何钻石星辰的 食材匮乏 而且味道都很古怪 能够做出之前的食物 已经是其手艺不错了 如今弗雷德 看中了土豆这种食材 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自己餐厅 扬营整个星系 赚大钱的机会 绝对不能够放过 合作 弗雷德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可以送给你一批土豆 你可以自己培养 你有什么条件 弗雷德收敛了表情 严肃地问 他很明白 天下没有白吃的 午餐的道理 我想要精神力 修炼的功法 韩诺道 不止卡斯特打别的 文明的功法的主意 韩诺也打着 钻石星系功法 修炼的主意 地球上有武功秘籍 有修真秘籍 但是没有精神力 的修炼秘籍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那些有精神力 钳制的人的资质 弗雷德道 精神力修炼功法 新网上有啊 韩诺道 我不要大众货 弗雷德想了想 我不能立刻给你答复 我要跟我的朋友 商量一下 他的两个朋友中 有一个是专门 修炼精神力的 而且运气不错 在一次出任务的时候 得到一份传承 其中有两套 修精神力的功法 他的朋友修炼了一套 另外一套则放在一边 一直没有用到 本来想换钱 但怕被心怀叵测的人 或那些大势力 贪磨引来危险 这套修炼功法 他们几乎不敢 让第四个人知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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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